这说所有的东西 我统统都可以不要 只要你们两个不要离婚 我可以不要一分钱的家产 有什么话出去说 别在这儿说 太丢人了 就在这儿说光明正大的有什么 从今天开始 我每个星期我不往家汇生活费吧 至于以后要不要汇 汇多少 法院判决为定 你凭什么不往家里寄钱呀 你不及钱爸爸妈妈怎么办 累累怎么办呀 萧萧不是你们争家产的帮手 更不是你们用来刺探对方的工具 以后你们怎么对待萧萧 我也没法干涉 但是有一点 你们不要他我要 你们不养他我养 我家的事情 应该由我自己来承担 而不是以爱的名义 去强加在你身上 所以必须要结束这种病态的关系